现在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之际 俄罗斯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子演习 试射了包含超音速飞弹在内的多种飞弹 并且也宣称全部命中目标 美国国防部长表示 乌克兰边境驻军已经就战斗位置 而且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俄乌战云密布中俄罗斯展开核子演习 克里姆林宫表示成功试射了极音速飞弹 巡异飞弹以及可吸弹核武的弹道飞弹 并且宣称所有飞弹都命中目标 总统普丁在战情室亲自督导 俄军强调这次任务是确保俄国战略性武力 以便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打击 俄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侵乌克兰 但是乌东地区继续炮火不断 乌军指控亲俄分子使用重型火炮 朝前线三十多个村镇开火 造成两名军人丧身四人受伤 连乌克兰的内政部长在弹理官员 以及记者视察前线时 一枚迫极炮在他附近爆炸 众人紧急趴在地上找掩护 还好没有任何人伤亡 美国国防部表示 部署在边境的俄军已经更加逼近 并且已就战斗为止 北约秘书长也强调 所有迹象显示 莫斯科当局正准备全面攻击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国内对于战争 是否真的会发生却见解不易 战争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打 但是乌克兰国内分裂的问题 已经更加严重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乌尔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那么在美方的部分 美国总拜登18号也说明了 最新的情势 乌克兰最新情势 他说有理由相信普丁决定 未来几周甚至几天之后 就会入侵 而且他的目标锁定是首都基辅 这是18号的时候拜登说的 19号白宫再次的警告 俄罗斯随时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那在19号 普丁是主持了战略核武军演 试射最新的超音速飞弹 弹道飞弹等等 而且全数命中目标 现在这个炮火连连 还有就亲俄的分离分子 也攻击造成了政府军的两死四伤 我们可以看到19号一天就发生 近2000起的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 呈出乌克兰政府均有两死 现在到底是谁在写剧本呢 大千哥 的确是 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跟英国 还有这些西方盟国 在处理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了 是在旁边喝茶磕瓜子的路人甲 那你说他是个路人甲也就算了 这些西方的盟国又分成两种 比如说像法国跟德国 他们至少还有一点点的道义 持续的在进行外交的斡旋 希望能够化解这样的危机 可是美国跟英国就真的很糟了 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种 就是像刚才雅庭说的 每天都在写剧本 写各式各样的剧本 讲得越夸张越好 大家都记得2月16日 这是美国对外宣称的 俄罗斯即将要挥军攻打乌克兰的那一天 2月16日 而且时间我都记得很清楚 台湾时间上午9点 也就是乌克兰时间凌晨3点 很精准 当时是美国讲得这么准 2月16日乌克兰时间凌晨3点 俄罗斯将会开始展开 全面的轰炸跟空袭 然后地面部队随之入侵 结果2月16号过了 到现在已经是几号了 人呢 现在有新的日期 就到底人在哪里呢 就现在又告诉我们说 还是会打 所以下一滑 如果没发生 还有下下滑 反正总有一天会打就对了 照美国的这样的逻辑 那这个英国的首相强生更妙了 他自己已经面对到 他自己的首相官位的保卫战 他自己陷入了 这个英国内部的丑闻当中 得到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 可能即将保不住自己首相的位置 所以他现在又转 以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也跳出来 开始不断的喊话 告诉大家说 这个俄罗斯现在正展开 对于这个欧洲 194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 那我觉得更奇妙的几个问题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第一个问题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 这个从1945年以来最大的战争 到底是什么逻辑 俄罗斯为什么要对欧洲发动战争 各位如果看一下国际新闻 就知道 俄罗斯现在正在把他的天然气 透过北溪二号要卖到德国 然后卖到欧洲去 讲更直白一点 欧洲跟俄罗斯之间 在能源的供给上 有一个依存跟互动的关系 欧洲就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 是他的客户 他是闲着没事干 然后对欧洲发动1945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战争 为什么 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 完全讲不通 你会针对你自己最大的客户 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战争 去修理他吗 俄罗斯对付的是乌克兰 根本跟欧洲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英国就一定要跳到这个局里头 好像这是跟欧洲有关的 那跟欧洲有关的 欧洲怎么不派兵呢 如果这是俄罗斯即将对欧洲发动 自194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 理论上现在欧洲各国的联军 就应该已经摆在乌东地区了 你们的部队人呢 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看到拜登讲 他说有理由相信普丁要入侵乌克兰 而且目标锁定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大家看一下那个乌克兰的地图好不好 如果今天俄罗斯真的要把基辅打下来 他等于就是要并吞掉整个乌克兰了 俄罗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他如果真的要并吞乌克兰 他就不会把北边白俄罗斯 完成了这个演习之后的部队撤回去了 他就会继续维持三面包夹 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局势 因为他要吞掉乌克兰 而且更妙的一点是 如果你是普丁 你有什么理由要吞掉整个乌克兰 你之所以成兵在边界 你其实就是为了要逼乌克兰 做一个承诺 说乌克兰未来不会加入北约 所以北约东扩这件事情 不会进入到乌克兰 乌克兰不会部署北约的部队 北约的军事设施 不会有北约的飞弹基地 来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这是俄罗斯最基本的要求 那有什么理由 要把基辅打下来 俄罗斯如果今天真的要吞下整个乌克兰 他要耗费的军力 跟付出的代价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你是普丁 你会这么蠢去做这种事吗 然后你发现拜登也好 然后强生也好 每天就在写一些鬼扯的剧本 不断的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全世界最想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打一仗的人到底是谁 是俄罗斯 是乌克兰 可能还是美国跟英国 现在看起来美国跟英国 对于这场战争是比俄罗斯跟乌克兰 更有兴趣的 干你们什么事 俄罗斯要不要打乌克兰 要么就俄罗斯讲 要么就乌克兰讲 结果现在不是 路人甲站在旁边看戏 还要每天在讲剧本 告诉大家下一集的剧情是什么 大家再退一步想 美国跟英国不是应该是 乌克兰最重要的盟友 他是乌克兰的老大哥 是乌克兰要抱的大腿 你美国跟英国知道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你好歹也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你派一点部队到乌克兰的前线 你美国的82空降师 最后只敢摆在波兰 甚至你在撤侨的过程当中 你都还告诉你的侨胞说 我们不会派兵去撤侨 所以你要么不走 你要么就赶快走 如果你不走你就自己负责 你连派兵撤侨都不敢 然后被记者问到的时候拜登说 因为如果一旦有美军跟俄罗斯的部队开火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开打了 这个什么逻辑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 拜登你会不会想一想 因为有你美国的部队摆在那里 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就会同样考虑这个问题 俄罗斯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俄罗斯不敢他不愿意 他也许在处理乌克兰的问题上 就会更为节制 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愿意想 人就一溜烟的跑得比什么都快 跑得比什么都远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这同样的逻辑 就如果今天台海发生战事 美军只要跟中国大陆的部队开火 照拜登这样的说法 当然就是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 美国所采取的态度跟今天 是不会有两样的 大家就觉得很讶异 这场战争为什么美国跟英国这么想打 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下 美国的政治生态就知道 美国的政治人物背后都有重大的金主 提供资金来协助他们 而最大的金主就是军火业 军火业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军工复合体产业下的一笔生意 而且他获利相当惊人 所以美国永远都要找一个潜在的目标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潜在的目标 没有一个强大外在的威胁 美国就不需要维持这么大的国防预算 那么这些军火业 这些军火商就没钱可以赚了 第二 美国最好希望全世界各地在打仗 因为只要打仗了 不管是哪一方都要买军火 总有一方要跟美国买军火的 美国的军火工业才能够这样维持下来 所以今天 俄乌如果发生战事 得到最大的好处的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的军火商 因为俄乌发生了战事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军火 乌克兰的军火不管是自己买的 别人捐的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军火供应 所以美国的军火商 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发财大赚钱 就就可以们来自于美国的军火 跟我们的军火 他们来自于美国的军火 düny一边 章